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边晚上看到了Cookie的操作 对吧 非常的简单 只要记一个SightCookie的函数和记一个超级 全级速度就可以了 对不对 原理咱们前面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原理比操作还重要 咱两个都挺重要的 这点课咱们实践一下 用Cookie的方式模拟一下 做一下登录 用户登录和绑文页面 如果你在不会30的情况下 可以借助于这一种 但是实际在操作中工作中 咱们用Session的居多 用Cookie的居少 对不对 最主要的方式是这两种的配合的方式 咱们现在只有Cookie对不对 还是不常用 所以咱们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有这么几个页面 比如说 index.prp作为主页面 对吧 然后这块 list.prp作为什么 列表页面 这首页列表页 然后 我们这块 cnt.prp作为内容页 好吧 这三个我们要求必须得登录才能看 对吧 登录才能看 所以我们他们三个必须得做一个 对 必须得做一个判断权权限的 就是判断是登录的 我才能看到这三个 你不能三个地方写三遍的 对不对 只需要写一遍就可以 对吧 对 写在一个全局里边 咱们这话就叫做 叫这个名字比较好 咱们就叫做 cookie.prp 用这里边去判断 好吧 因为咱学的是cookie 然后咱们得有一个登录页面 login.prp 对吧 然后咱们还得有一个退出页面 layout log log login.prp 好吧 大概有这么多页面 那么首先 我们咱们都知道 cookie原理 对不对 咱们不能说 判断所有的cookie项存不存在 我们才确认它是登录的 那是比较麻烦 对不对 只要我判断一项就可以 所以我们做一个标记位 在cookie里边保存一个 比如说存一个边上叫做a字login等1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才带着登录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假设判断 假如说cookie已经设置了 对不对 判断是否是登录的 对不对 如果是登录的 我们才可以通过 是不是这样的 假设 咱们不是说cookie里边 假设设置10项20项 对不对 你要一个一个判断 是不是太麻烦了 对不对 咱就在cookie里保存一个标志位 假设这里边cookie里边 用户保存了这个边量 a字login等于1 假如说这里边有一个这个边量 它的值是等于1的 我们就证明 cookie在保管我们的页面的时候 带过a字login是1的值 我们就证明什么 它已经做过登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 看一下 如果a字赛判断什么呢 达了不消息 cookie里边的谁呀 a字login存在 并且cookie里边的 a字login注意大小型 等于1的 说明是不是用户登录成功的 对不对 登录成功我们处理吗 登录成功写上页面就行了 对不对 对 前面加一个括号 把它括起来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碳号 如果是不成功的 登录不成功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直接h e a d 对h e a d h e a d h order 怎么的 这话 写上 这是一个跳转 怎么用h order可以做跳转 前面能不能记住我 roc roc 谢天安位置 是什么 login.prp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用这个h order 就告诉我们浏览器 说你访问这个的时候 我们一看不成功 对不对 告诉浏览器 这是不是一个投汉数 前面说过h tp的协议 对不对 告诉浏览器 我们跳转到哪去 跳转到 烙个音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得提示他说没有登录 请登录 对不对 或者登录错误 用这个前面能写提示吗 不能 对吧 用这个你是不能写提示的 对吧 因为前面不能有输出有空格都不行 咱们说了按照http协议享用的三个步骤 对不对 得有三步 必须输出在之后 对不对 但是我们输出头 客户端已经转了 我们再输出也看不到内容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跳转 不用这个来做 对吧 虽然大家没接触和gs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跳转一般我们用gs来做 gs什么呢 我们必须得输出什么scribe 对 谁干 scribe 这不是用头信已经做的 那这个输出去scribe 也就是如果不成功的话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代码了 这代码是不是gs代码 gs里边有location等于什么页面 你这边写log 给你点pd 这样的话 我们在浏览器端执行到这条代码的时候 gs代码就帮我们跳转 的烙给你点偏偏的 但是它不是投函数 所以我们在前边可以有什么 可以有你想要的输出 对不对 比如说用户你还没有登录呢 对不对 然后请先登录 请先登录 这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请先登录 但是他输出这个 马上要输出这个 用户看不到这个信息 对吧 这直接跳转是可以的 你不用哈的函数 那我们这里边也可以加一个什么 时间限制 比如说三秒钟之后 你得跳转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set 什么 timeout 这里边使用一个gs的函数 三秒钟之后 你跳转到 这个位置 然后 三秒就是3000毫秒 这是gs的一个代码 对吧 side time函数 里边第一个传 执行跳转的代码 对吧 然后第二传3000秒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直接访问 现在是不是都没有登录 直接访问cookie 点 prt 回车 你现在还没有登录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字样 然后跳转 是不是 落个隐 对不对 三秒跳转 当然这个汉字 如果你想看到的话 我们上边 在没有输出之前 对吧 我们可以用rtdp 协议的 想的第二步里的文档的type 类型是文本的rtmr charside等于utf 对 -8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这个 cookie.prd 请车 这用误你还没登录 请先登录 对不对 三秒钟是不是跳轮 落个音 对吧 我们这个页边 现在 这个判断对不对 我们在这三个里边 是不是都得 许只有登录才可以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都先包含一下 这个 然后再做其他处理 对不对 宁可录的 包含 cookie.prd 每个文件都包含 这个包含之后 这里边说说 还有一个 这是 首页 对不对 你是登录的 你可以看到 这 个页面 就随便写起个字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 同样 在列表页面里边 我们也加上这句话 对吧 这是 文章 列表页面 也是登录 才能可以看到 对不对 然后这是文章的内容页面 这里边 就张过来 然后 这是 文章的 内容页面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页面 是不是都包含了 我访问任何页面的时候 比如说 对 他都会跑到 登录页面 您 dice.prp 你还没有登录呢 请转到登录页面 你看一下 是不是转到老连 访问任何页面都可以 比如说 访问这边边边 list.prp 你还没有登录呢 请先登录 这边边边 因为我们那里没存值 对不对 那登录页面里边 我们肯定就写一个 登录 对不对 登录页面里边 我们写的登录 在这儿呢 对不对 对 咱们先有一个登录的表单 Boom 对不对 Action 我就用自己这里边处理 好吧 Action这里边叫login.prp 写在自己的里边 方法等于 post 写盖 然后这里边只要是 上面加一个 H3 斜杠H3 标题 用户登录 一个窗口 对不对 然后 user 用户名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然后 名字就叫做 username input v6 值等于 空 关行 然后 在 密码 input 类型等于 pswrd 名字就叫做 pswrd v6 值 等于空 关行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登录按钮 对不对 input 类型等于submit name等于 就叫做 度 submit 然后 v6 值等于 登 两个字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围来这里边显示中文 咱们不用调剂编码对不对 咱们都用prp 这个什么 hider 里边 什么 content 类型 是 文本的 tml chart set 等于 utf 8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访译任何一个页面 现在都可以 这就算是那个 是不是一个登录页面 对不对 当然这里边用户标签是缓存的 对不对 index.prp 回车 你还没有登录呢 然后我们转登录一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先把这个结构建好 对不对 那下节课我们就利用数据库和cookie的指示 把这个登录的过程实现 好 那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